然后她又很喜欢邀请一些 很有争议性的人物 比如说像我 这样大家遇到什么惯事的时候 就会想到你们 所以最后还是想要赚钱的 有点想 你不想赚钱 那我比你还危险 我今天整个都是一个 政治正确的代表 大家好 我是白铃果的凯莉 那今天坐在我旁边 要一起来讨论的就是 法律白 恶意 我们手一样 法律白话文运动的杨贵志律师 我天哪 全名 来 要不要大家招呼 大家好 我是法白的站长贵志 你刚说什么站长 站长 对啊 你们叫自己站长 好像BBS 好老 好老派 这习惯就要站 OK 那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为什么你会开始做什么 法律白话文运动 听起来超缩教的 本来确实是蛮缩教的 对 一开始是想说网路上 没有人在介绍法律知识 所以确实就想要出来缩教一下 就是解释一下说判决在干嘛 然后帮大家解释一下 法律要怎么解释 所以就进来做这个 法律白话文运动 那是不是这样就代表说 你用这个法律白话文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了解 这样大家遇到什么观测的时候 就会想到你们 所以最后还是想要赚钱 有点想 你不想赚钱 其实没错 不过我觉得这也是 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 想要来为公事募款 对 因为公事其实跟像我们这种商业 做网路媒体电台 其实很不一样 因为他们并不能 以上业为导向 然后其实也大部分 也不一定以流量为主要考量 他们必须要做很多 公共性的议题 所以就需要大家的支持 必须要靠大家的 但我自己觉得 因为我是做百灵国 然后我们都算是做新媒体 我们其实很喜欢 就是在议题上挑选 一定会希望有可以抓人眼球 那法律白话文 你们自己在选题的时候 会怎么去做那个拿捏 我们选题的拿捏就是要看 当然还是会看错 这个话题有没有 我们自己觉得重要 所以也是一个自己 对起自己良心嘛 对 要自己觉得自己开心 做了要自己觉得开心 但是如果做了没有流量 你会不开心 CARE的议题 大家CARE的议题 我们一定会做 但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办法做一些 就是我们自己觉得重要 然后想办法去 推动大家来看 哪些东西你会觉得重要 比如说原住民的议题 我们会觉得重要 可是流量是不是很容易不好 确实会有差 确实会有差 就明显会掉下一截 但是做久了就会发现 如果法白的粉丝 他们听我们节目听久了 他们就变成 可能我们讲什么 他们都听的话 那他们就听 可是就不会有额外的人来听 大家懂我意思 我懂 因为其实公事也是 公事其实做很多公共性的议题 然后我相信很多议题 看起来流量 也不是为流量为导向 比如说我跟他们做公事主题之业 我做过清洁队员的议题 这个其实算是蛮冷门的 这很冷门 可是我觉得他们的切剿 让我觉得很感动 如果你有真的好好坐在那里 听一集的话 就他们找很多清洁队员 然后来分享他们的故事 而且他们很多专业经验 就是垃圾怎么分类 然后该怎么做 然后才能真正地做到 比如说环保或者是务实上的操作 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强 只是一开始他们都很不愿意讲 就害羞 这个有很特别吗 很专业啊 就是放垃圾桶 我比你还危险 我今天整个就是一个真正确的代表 你好棒 真的不一样 比如说很多人都不知道 垃圾 比如说玻璃碎掉了以后 到底该怎么处理 然后他们会遇到很多状况 我就是包报纸 然后呢 然后再放在纸袋里面 就尽量让它不要被刮到 然后写个有玻璃放进去 不然怎么办 完蛋 可以上一下说到底正确的方式怎么做 我会有点关系了 还是请公司放那一节连结 在资讯栏 大家去看一下 所以不管是原住民 他们还有清洁 原住民清洁队员 他们还有做过地狱梗 地狱梗 而且 你说公司做地狱梗的专题 就是公司主题职业 他们找 天哪 他们找了很多就是身杖人士 然后来到现场 然后讨论笑话 脱口秀地狱梗 然后的感受 然后 好可怕 对 我跟你说 一开始 他们找我主持人 他们说凯莉这个你OK吧 我想说哇 他们说 除了另外 我想不到别人愿意接了 你来做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很特别 就代表他其实邀请大家 然后给一个公式 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 应该说公正的平台吧 对不对 大家觉得好啦 我因为是公司 所以很多人会愿意来 我相信如果百灵果站在来说 要不要来啊 我们来讨论地狱梗 就是 都不会有人提我们 打下来 我觉得百灵果笑 这样 可是如果是公式邀请 其实很多人会给予一个 一定的程度的信任感 对 然后就会愿意来 来到这里 其实就会有很多的讨论 因为大家会相信 来公式是要讨论议题 就会觉得来到公式 不会被抗亡队啦 我觉得这是 不会被来 其实这是一个公正性 跟这个信誉 这样 信誉是对的词吗 是 信用的信 允议的欲 不是另外一个信誉 我确定一下 我做很好 是是有这个字 对对对 就是信誉的一个 应该说信任感吧 我觉得我自己 跟公式合作的经验 就是他们蛮不怕 有一些不同意见的讨论 就是愿意邀请很多 这个不同立场的人 像我之前帮他们 做一集乌克兰的议题 其实就会有比较偏 也不算说支持普丁啦 就是好像会稍微说 其实乌克兰有 他们自己的历史背景 有点不一样 跟就是非常支持 乌克兰就是要为自己的人权 自己的民族站出来 其实那种交换跟针锋 有微微的针锋相对 我自己会超喜欢 因为你听到最后就发现 两边其实都是有它的道理 并不是直接贴标签 你听普丁 所以你就是赖人 你怎么样 就不是用这种贴标签的方式 不会 但我们还有跟 青春发言人合作 那他们是怎么样 像我们是合作写剧本的部分 因为他们有个单元 就是我们帮他写 跟法律有关的卡通的剧本 那那个选材 也是蛮激烈的 你不是击败是激烈 激烈的 什么意思 比如说选了一些商标 就是比较不是 比较冷门的议题 也会选一些可能是性侵害的议题 所以那个动画上呈现 就会比较是难以拿捏尺度的 可是写了之后就要花比较多功夫 就是拿捏上要很小心 对 可是我觉得那也可以很好理解 我觉得至少在选题的部分 愿意去尝试更多更多元的 那当然选了之后呢 要怎么样让他用更好的方式去呈现 去照顾到更多不同的面向 那你怎么看这种网路上 对立的现象 网路上 从你们那边观察吧 不是 我自己就会觉得说 网路上常常会有这些 可能比较激烈的言论 那我觉得网路是让这些 我觉得网路给他们 给一些没有麦克风的人 发表言论的机会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不应该吗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把 我们不需要太过度去看待这个现象 就是他让很多人有发表言论的机会 但我们不需要把他们当成 社会上全部的言论 因为不代表所有的人都这样想 但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重视 每一个出来发表言论的人 所以我后来会这样想这件事情 但我自己总是认为说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蛮理性思考 就算其实有的网路上骂得很凶的人 真实见面后他们就说 没有啦 其实我只是有的地方 我会觉得看不顺眼 但你做的事情 我觉得好像也是有点道理 所以我自己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带有一种初心 就是其实愿意沟通的初心 然后就是好好去想说 为什么这个意见 好像跟我立场有点不一样 其实有时候只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生命经验 去看某件事情 然后所以他们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可是并不代表这个过程 就是有任何人是坏人 对啊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 尤其是现在网路上的讯息这么多 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公司讲的应该至少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跟责任感 我觉得这个是在混乱的世代里面非常重要的 那我相信公司在制播很多节目的时候 他们应该也面临非常多激烈的建议 对 应该是蛮辛苦的 那你有没有要鼓励他们一下 因为公司是公共性的媒体 所以它没办法像商业性的媒体一样 商业性的媒体它可以选择我 譬如说我就是经营特定的族群 我经营特定的贴 或者说我摆明了 我就是要充流量 我就是要充收视率 但是公司他们要做到的事情就是 他们要怎样去找到在公共性跟这个理念里面 又要去杀出一个邪路 因为实际上就要经营一个媒体 不可能唱高调 做出来其实没有人看 没有意义 所以我觉得这是做公司的一个难处 但是如果能够做出一条典范的话 我觉得那会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其实我想公司制播节目到现在 一个二十几年的时间 其实他们做了非常多不一样的尝试 然后也包括跟像我们这种新媒体 然后算是风格立场非常激烈的人 然后不同去做合作 然后发展出不同的火花 那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相信这么长一段时间 大家一定看到公司的努力 那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大家都满意 可是确实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看到 很多非常有质感 然后你不管认同什么立场 或者是你关心什么样的议题 都很容易在那里找到一个 属于你自己的角落 然后你看到很有共鸣的内容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捐款支持 然后让我们公司的节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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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